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就大学入学 优待少数族裔的所谓平权措施 举行了听证 这次听证的起因是一位名叫费雪尔的白人女生 控告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根据平权措施歧视像她这样的白人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的平权措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权措施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产物 让非洲裔等少数族裔 在就业和求学方面享受优待 运用在大学入学上 就是允许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以鼓励校园多元化为理由 让少数族裔的学生 能够以低于白人的成绩和表现入学 平权措施自出台以来就争议不断 最高法院曾在2003年裁定 大学可以采取平权措施 但没有平息争议 2008年白人女生费雪尔控告德州大学 因她的白人背景而歧视她 最高法院今年同意审理此案 被认为是可能废止平权措施的信号 支持者认为 平权措施为弱势族群提供了机会 而反对者则认为 以种族来决定申请人的命运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 好 我们这个平权措施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就业和大学 刚才提到都是一个普遍的做法 那么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措施是不是公平的 首先我们说平权措施 从总的来看 有它产生的历史的背景 而它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它为少数族裔 就业 就学等等 提供了相当一部分的优惠的条件 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但是我的主要的看法是 从60年代以来 美国的社会的结构 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就学当中 在录取学生当中 在继续采取种族配额的方式 是非常不合适的 那么最高法院 已经就这个问题 做出了两次裁决 一次是1978年 再一次是2003年 说得非常清楚 多数派的 尽管他们意见非常的激烈 5比4投票 对 都是以5比4这种票数 最后通过的 但是意见是 多数的意见认为 在就学当中采用 种族这个配额的方式 是不可取的 但是学校可以出于 种族的原因 来进行某些方面的考虑 这样执行起来 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怎么去考虑 种族这个问题 那你考虑了以后 怎么样去考虑 就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 法律执行过程当中 掺杂了好多的人为的因素 我认为总的来说 现在在就学的当中 在录取的当中 不应该实行 所谓的种族配额的这种做法 戴伯 你在大学的环境 你的看法怎么样 种族的这个配额 这个美国的最高的一个法院 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那个决定 对 说这个是不允许的 可是每一个大学 它都有权利 为了增加它的多氧化 它可以把那个人种 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 而算在内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大学 尤其是美国的州立大学 他们是负责培养出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领域的一些领导力 而且如果你光是跟自己 像自己一样的 都是天主教的 那个中央阶级的白人在一起 你就没有那个资格 也没有能力领导 所有的美国人 信心思思 什么样的美国人 而且他们觉得 一个多样化的学习气氛 总是比较丰富多彩 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 同时的话 这是一个难题 你说的很对 所有的那个拼权措施 都有那个逆向的 种族歧视的一些含义 这个也是免不了的 问题是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如果我们取消 所有的拼权措施的话 非常突然间 在很多州立大学 那些若是群体 小数民族的 尤其是非洲裔的那个美国人 和拉丁美洲的 他们的那个比例 会远远低于 他们全人口的一些比例 理论上 你说的很对 我们应该取消 所有的拼权措施 问题是 你这个主张 是忽略 美国的历史的具体经验 和 以我们的历史所造的 美国的 还存在的一些文化问题 问题就在这 所以当然这个拼权措施 它有它的历史背景 它为了对以前历史上的 对于非裔的人的 这个歧视 来进行更正 但是问题是 一更正需要多少年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社会结构 是不是还存在着 需要平权措施 这样的措施 去更正的歧视 如果没有这种歧视的话 如果我们不是歧视 其他族裔的人的话 如果按正常的成绩录取 应该社会 应该学校 是自然就是一个多元的 对不对 因为你假定 每一个族裔的 平均的智力 是一样的 对吧 学习努力的程度 也是一样的 那你误取的时候 肯定是多元的 它这个政策 你不需要 你不要用强烈的政策 去制定 它就会是多元的 所以用多元的 作为理由 现在进行这个 平权措施 让这个 进行这个种族配额 是不对的 是讲不过去的 它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什么 它潜在的基础 就是说 各个种族是不平等的 有些人更聪明 有些人更努力 有些人更懒惰 这种出发点 就是不对的 而且戴博刚才谈到 对 刚才戴博谈到了 等一会儿 给我再一个两分钟 戴博一谈 它实际效果 是造成了逆向的 来歧视 那么白人受到歧视 但是受到更多歧视的是亚裔 对 一个亚裔学生 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的SAT 他的成绩要高于白人学生 平均要高出140分 高于黑人学生 要400分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所有的亚裔 必须从小对孩子进行 严格的刻苦的学习 让他们去参加各种评论班 造成亚裔之间的相互竞争 你看一看 所谓补习学校是什么 都像我们这样的孩子 对吧 他们从9岁 我两个才9岁 7岁就要开始是参加补习 因为他们今后面对的是什么 亚裔之间的 这个 强烈的竞争 保持的讲第二轮 我还没有讲一轮 还要叫我等两分钟 不太对 我跟你说 没关系 刚才在讲话当中 这个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 这个现在显然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就是交往过正了 因为它的确有它的历史作用 几十年前提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少数族医 那个拉丁医 非医 的确是在种族上 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或者歧视 那么平权措施是一个弥补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下来 发现了它的弊端 现在应该说弊大于利了 就包括我的女儿在内 她现在读高中 她都忧心忡忡地跟我说 她的客户学习是没有用的 我说为什么没有用 她就说她将来的分数 必须比白人高 还要比那个非洲医 拉丁医高 才能够进好的大学 她学了等于白学 她说她不是要多少高 才能够进好的大学 说这个对现在的亚裔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而现在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一百多个亚裔的团体 居然支持这个平权法案 而75%的亚裔人 居然支持这个平权法案 我认为这些亚裔团体和亚裔 没有去仔细研究这个平权法案的 和扶持行动的仔细的条款 如果他们研究的话 实际上这个条款 已经对亚裔构成了严重的歧视 就是逆向歧视 不仅仅是逆向歧视 那就是持足的歧视 就是我们亚裔的孩子 有可能失去受一个良好教育的机会 这个是我所非常担忧的 刚才我想问一下 就是接着戴博刚才你讲 你说一个大学它的使命 就是要推动社会多元化 还有这个比如说 为各个族群培养这个领导性的能力 那么问题就是说 当然从总的概念来讲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 就是大学应该起到这个 培养社会精英的作用 但是对于每个学生单个人 就像刚才破空提到他的女儿 或者是保生以后你的孩子 他们每个人单独面对这个问题 是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对于每个单独个人 有缺乏一定的公正性 也没问题 没错没错 我这些都是问题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现在美国有没有 明明就是含有这个 种族歧视的法律或者法规 几乎是没有 几乎没有 可是你不能忽略这些别的 跟美国的历史性的种族歧视 有关系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美国的公立学校不公平 差异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我觉得要解决 美国的这个教育的 那个不公平的问题 最好不是在大学 用这个拼权的措施来录取学生 最好是保证美国的所有的 包括那个拼命库和很多那个少数人种 集中的那些地方的公立学校好 可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些的 很多美国 比如说那个德州 拉丁美洲的黑人集中的地方都是低收入职的地方 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的预算他们所有的钱是来自于地方的房地产税 所以他们的预算比白人和很多牙医人集中的那些区低得多 所以他们的预算也低他们的学校很多都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原来他们没有一个平等的收良好的教育的一个机会 所以讲说上大学你非得想办法弥补不可 因为这些美国的公立学校 他们的钱是来自于房地产税 这个有种族歧视呢 没有直接的种族歧视 可是实际上有 对我理解 戴博讲的有道理 但是戴博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平权措施已经给美国的教育 把这个美国的教育往下拉 学术水平科研水平都在往下拉 因为实际上很多非一拉丁一 他们的人去了之后不能完成学业 或者不能正常的毕业 而且即便毕业之后由于他们的分数低 还是不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在就业中又面临另一种困境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 恐怕是就是说 接到刚刚戴博的话说 就扩大学校的规模 增加学校的数量 增加大学 但是正常的招生还是要进行 还是要按照学习成绩 学术的优劣这样子来进行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恐怕也不是我们几分钟可以说清楚的 但我同意戴博的这个说法 就是中小学的教育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应该想办法 在有些平权措施上去想办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说在大学这个级别 应该考虑救助穷人 就是说我政府要提供更多的贷款和奖学金 给那些成绩够了的 而读不起的人一个奖学金 这个可能是比平权法案还要更重要一些 对对对 这个其实保生 刚才在节目之前你也提到 其实好多平权法案照顾的是 家庭收入很高的 另外这个20年前 这个麻省领务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当时是商学院的院长 写过一本书 他为什么美国的很多产品 和德国还有日本的产品相比 卖的就卖不好在世界上 就因为美国重视了太精尖的教育 缺少了这个技术教育 因此我觉得在发展一些技术教育 可以吸收很多这些可能未来可以做技术工人的这些人 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说两点 一个就是重视这个亚裔的学业的成绩造成结果是什么 他们在社交方面 在领导才能方面明显的要缺乏其他族裔 特别是白亿的人 是不是 因为他们要把很多的时间花来补习自己的功课 让自己的SAT的成绩超过人一大截 你才有可能进比较好的学校 另外一方面 戴博刚才谈到了一个领袖的问题 领袖是不是非得来自大学 他的领袖的才能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么Bill Gates 他们是不是没有经过大学毕业 仍然成为商界的领袖 好多政界领袖也是一样 你看看现在美国的政界 为什么亚裔的优秀的领袖人才这么少 很少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由于现在的这种大学的这种 要求他们在分数上很高 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放弃很多的这种社交的机会 做领袖才能的机会 所以这是值得考虑 这个也是跟文化有关系 其实有很多那个民意调查显示 很多那个亚裔的父母 他们正是鼓励孩子 学那个科学 学医什么的 可是不怎么鼓励他们学法学 政治学 因为觉得这个都是语言 非常重要 你跟你学白人 没有竞争力 所以很多是跟 我很鼓励我的孩子去 因为他学习很不好 我想刚才戴博你提到 就是因为种族历史的原因等等 要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 你觉得是合理的 那么我想就是把这个问题推广 刚才你也提到 有的孩子在低收入地区 有的孩子在高收入地区 那么以后就说除了种族以外 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小孩学业成绩 那么是不是表示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你的家庭收入水平 你居住地区 也可以成为扩大 对 实际上这里有个问题 等一下 我请代国回答 原来也多的人说 其实这个拼权这个措施 应该是帮助低收入者 低收入者 的这些孩子 而不应该跟人生有关系的 我觉得肤色是什么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个2008年 那个奥巴马做候选人的时候 有人问他 你女儿 他们从小都是鬼族 他们的那个家喻 上面是贵族学校 他们来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们也应该是受到什么特权呢 也许不应该的 我的孩子不应该 所以这个不是肤色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收入问题 是 这个我赞受 好 破空 对 实际上这个平权法案 它主要是倾斜于种族 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大学最近发现了 包括密西根大学 人家发现他们在集中精力 招什么呢 招非一和西班牙中 高收入的那个学生 他们那个付的学费的家庭 实际上这个就偏离了扶持弱势群体的这么一个宗旨 所以说仅仅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 显然是不合理的 还应该把其他因素都考虑进去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平权法有可能违背了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就是美国宪法说人生而平等 而且是大家受同等法律保护的权利 我觉得在这个上发生了矛盾 我希望这次最高法院能够推翻这个民权平权法 保生好像还有一点 我想引入一点中国的元素 我们知道在中国好多的少数族裔都受到了这种优惠的待遇 对 像维族啦藏族啦其他的回族等等 那么中国政府这样做是出于它的政治上的需要 显示民族平等 要维持民族团结 更重要是维稳 那么现在中国各地招生 除了民族政策以外 还有好多的加分 这就是非常让人担心的 在竞争这么激烈 录取不录取 往往在一两分的这个差别的时候 如果你给它加五分 凭什么加 出于什么理由 怎么加的 谁加的都没有 这就我不希望中国现在的做法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当中来出现 这次美国的最高法院 说不定是会推翻这些法律的 而且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可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很多美国的保守派 尤其是共和党 和比较极端的那些人 他们的所有的政策的含义是 在美国种族歧视不存在 只有逆想的那个种族歧视存在 所以我们因为逆想种族歧视很糟糕 我们不能解决 还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种族问题 他们觉得这些太难 因为我们不管过去 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再大 我们肯定不能 我不能够演见这个 逆想的种族歧视 这个我挺怀疑的 其实除了美国的保守派以外 我们知道就是 其实少数族裔团体 包括比如说非洲裔团体 他们有的也反对这个宗族法案 他们就觉得这个法案 其实已经先 就像刚才保生说的 已经预设一个主题 就是说 我们不行 非裔我们不行 所以我们需要照顾 而且他们觉得从长远看 对这个族裔 其实行存一定的依赖心理 就老是期盼着 我们是被照顾的对象 所以从长期来讲 对这个族群 其实也许不是一件好事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一个教育 是在美国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最近也看了很多 美国的教育学校 当然我这话题可能车远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美国的教育 贵族化倾向非常强 大学 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已经扯出话题外了 好 以后我们还会 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好 这个平权措施的这个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谢谢